好,我们下了这个飞船以后,然后按F键,然后先撸草,不管什么东西,按着F键,把这些旁边所有的东西全都撸一遍,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减六个石头,一二三四五六,然后看见这个蓝的石头也减一下,这个氧框, 然后六个石头捡完了以后,马上就可以制作一个石稿,好,石稿有了以后,我们赶紧找一个比较大块的石头,这有些这个尖的这个鞋的石头是最好的,然后这个尖的石头呢,然后我们就蹲下,蹲下以后冲钱, 然后这样,蹲,蹲这个石头,蹲,蹲,蹲到你,蹲,蹲够不到以后,继续蹲,还可以蹲到,然后呢,蹲到一定程度,然后就往下,下蹲, 一开始往这个,对,对,往下蹲,来,然后呢,这样我们就蹲出一个石洞了,然后就可以进去了,这是我们第一个藏身住所, 第一个藏身住所,就这么着弄出来,然后我们蹲下以后,有的时候这个镜头会出去啊,但是蹲下以后,就可以藏在这儿,好,弄完了一个藏身住所,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石头做的第二个东西,就是一个石斧,拿起第二个石斧,然后我们就去砍树, 然后有姜果儿,猜一下,啊,赶紧的砍一个树, 每个,每砍一个树,只,只砍后面两树,然后砍第二个树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第二,第一级了,就是刚才是零级,然后从现在进入到,升到第一级,然后这个木头是,还有用, 如果要做什么,你还要做什么,你还要学买 How 这个姜果儿,多踩一下,然后第三步,我们科技术,然后赶紧的弄一个刀,然后再弄一个火啊,OK 好,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做一个石刀, 石刀就是我们第三个工具 然后赶紧跑到这个水里边 我们去抓两条鱼 来吃 来了 这有一个鱼 有些鱼会跑 有些鱼会直接的来咬我们 而且我们沉浸在水里的时候 这个就不用喝水 我们自己的宇宙服 我们是穿着宇宙服降落的 宇宙服可以过滤这个水 就把我们的水源给补充了 有些时候这个鱼 冲我们过来这种鱼 然后我们就扎它 因为它会咬我们 看见红的这个果子就都拿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水的时候 这个红的果子可以帮我们 补充水源 这些现在什么可可啊 什么现在都没用 只有这个浆果有用 好 下面一个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火堆 把我们这个火堆放在这个 我们刚才做的石头附近的地方 然后deploy 摆放 然后把我们刚才做的这个木头 分一下 我们hold这个shift 就可以把木头拆分一下 然后把这个鱼放上去 什么刚才偶然捡到的 什么胡萝卜 然后就是 这些都可以烤一下 茶叶就不要了 现在我们用不到这些茶叶 好 它在这烤了 基本上我们这个生活必需品都有了 我们有一个藏身之锁 有食物 有火 然后有刀子 可以当我们的工具 还有一点 这一点呢 先弄一个火炬 为什么弄火炬呢 因为一开始我们很难找到很多的毛 皮毛 所以呢 我们第一天晚上可能 很可能就是要在夜晚度过 所以火炬是很重要的 可以给我们照明 一般情况下 我们看看飞刀能不能扎死这个鹿 一般情况下 好 扎死了 飞刀也可以扎死鹿 刀子竟然又回来了 然后我们NF 然后把它给解炮 这个皮和毛什么的都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我们再扎它两刀 然后就可以 把这个剩余的骨头也给弄出来 赶快把我们的 这个肉也放上去烤一烤 现在这个鱼已经烤完了 然后我们把姜果也放在这个下面的炒锅栏里边 胡萝卜进去烤一烤 烤完的胡萝卜可以吃一下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氧 在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跟地球一样 但是呢 这个空气是有污染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找这个氧 氧框 然后在我们的宇宙符里边把它给消化 然后变成适合我们呼吸的氧气 这个地上有时候看着这个蓝的石头 氧框 然后我们就可以捡去了 捡一些氧框 最好我们补充到40到50的氧框 然后就可以过一个夜 忽然的话我们这个晚上再去找这个氧框 黑天呢 就很难找到 而且现在你看我们的时间是 就是右上角11点27已经接近中午了 差不多这个半天已经过去了 因为我们降落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是早上降落 有的时候是中午降落 中午降落的话 那我们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了 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做那个睡垫 我们走路的时候就一只人F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 然后先蹲下来 好 看看我们的氧 有多少 好 我们刚才已经早晚了 呃 43个啊 差不多可以过夜了 然后现在 我们有个天赋 第一个天赋最好是生存的 就是我们这个敏捷的速度 或者基础生命也可以 还是能速度吧 OK 我们刚才砍了一些树以后 然后等级升为第二等级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选择 就是你可以选择 我们下一个武器 比如说木毛和木工 或者呢 我们可以选择 就是我们有三点 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建造茅草屋 然后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我们可以先选择这个木工 和木剑 这样我们那个狩猎就可以更进一步 然后有更多的皮毛 然后可以 我们留着一点 如果有足够的皮毛 就可以做这个睡垫 因为这个睡垫 我们需要20个皮毛 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天赋 然后加血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 我们减了一些浆果 这个浆果可以加大我们的 体力加50 然后我们捕了一些鱼 然后我们的体力 最大生命值加75 然后煮熟的肉 最大生命值又加75 然后看我们下面那个雪的这个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雪条 然后加了两个东西在那 然后我们就是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好 现在我们有这个暴风雨来了 然后上面有一个提示 就是我们暴露在这个暴风雨的里面 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小小石头洞 可以打入暴风雨 浅行 我们先浅行 进去 OK 好看我们上面那个暴风雨 暴露暴风雨已经没有了 然后现在可以松开 我们的Ctrl键 然后 我现在不问键盘 然后也在前行 因为我们蹲在这个 小石头洞里面 然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吃一点鱼 吃一点水果 然后让它等它这个 可能这个暴风雨过去 好我们现在到了晚上了 我们还没有第20张皮 所以做不了这个床 但是呢我们可以继续 我们有火把 在晚上的时候可以继续工作 那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天晚上 我们主要工作就是砍树 增加我们的定限值 然后砍树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火把 扔在一个石头的旁边 然后呢 去砍这个树 扔这个火把之前呢 先把旁边的这个杂草 我们清理一下 不然的话 你把火把扔在那 它会点着的 火把火把扔在这 给我们照亮 你看这个树 我们就看见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砍这个树